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很想跟你贴身贴心同行 现在我很难在线上跟你贴身贴心同行 所以回来吧 阿们 我想今天谈这个题目 我也觉得在这里 我觉得今天讲的这个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是在学习 我是一个老学生 到现在还在学 所以我相信你们也可以学 另外一方面 我也渴望 不但是我们的软体 我们人能够更多的贴身贴心在一起 我也希望 说实话 我有一点点 虽然跟我很有关系 这一栋大楼是我在的时候盖的 灵梁山庄是我在的时候那时候买的 但是我感觉 我感觉从我过去 我是在长老会的背景 或者是在 我觉得这个大楼 感觉不是很贴心贴心 贴身贴心 除了聚会 好像找不到一个地方 可以坐下来 谈话贴心贴身的一起 但是我相信 虽然我昨天去 但没有进去看 我相信灵梁山庄不一样了 阿们 我相信那边 我期待 是让我们不但可以听到 可以聚会 可以分享 我们可以在一起 能够更贴身贴心的 一起在神的家中 我们成为彼此亲密亲切的家人 阿们 我们拭目以待 快要好了 阿们 我想今天还是用这个经文 好像你们会觉得这个经文 我已经好像提了好几次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 我最近所领受的 虽然我对这个经文 我在七十岁 就是在十二年前 当我交棒给欧牧师的时候 我每一天早上起来 思想这一节经文 或者这两节经文 我每一天 大概两年三年的时间 一直思想 我一直学习 但是我觉得最近 当我再一次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有一些新的领受 或者新的学习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来念 一起念这个经文来 看阿耶和华 大而可畏之日 未到以前 我必 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死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而你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骤主遍地 看阿耶和华 大而可畏之日 未到以前 这个经文 讲到以利亚 这个经文也讲到 其实今天我们会讲到的 以利沙 但是我个人觉得 以利亚跟以利沙 在这个经文 神不只是讲到 历史上的 那个以利亚跟以利沙 神要透过以利亚跟以利沙 这一个两代属灵的父子 这样的一个同行 要对每一代基督徒 从以利亚到以利沙 这个经文是 后来旧约圣经的 最后一卷 最后一章 最后两节 神再一次把这个事情 就是能够两代贴心 能够贴身贴心的同行 再一次告诉我们 这一件事是非常的重要 这一件事会使咒诅离开 是神的祝福 使复兴能够临到 而我们知道 神就不说话四百年 当四百年之后 神再一次说话 还是讲这个 神再一次告诉 当时的以利亚 就是书西约翰 祂是要让为父的心 转向儿女 而且为神预备 何用的百姓 这个圣经 其实是讲到现在 或者是比现在 更未来的 大而可畏的日子 未到之前 神所要做的事 我在这里提说 是的 这个经文 不是一个时候 或者是一个时代 是神在历史历代 一直在想 或者说一直在渴慕 祂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一起 当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特别来思想 我特别也是 为什么我用 就是转向儿女 我一直就转向怎么样转 谁先转 转到什么程度 但是好像最近这一个月 神特别谈到说 不但要转向父亲 而且要跟父亲 要贴身 要贴心的一起同行 有时候我们转向是转向了 但是转向还是距离很远 我从小 为什么我提这个 因为其实在我的背景里面 我先讲这个好了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 那种贴身贴心的恐惧 症候群 因为我生下来 我父母是受日本教育的 是日本日据时代 我生下来的时候 还是日据时代 四年之后才光复 我生下来 我就被送到 从南投民间乡 送到桃园的新乌乡的客家村那里 一个奶妈照顾 所以对于今天我要讲的 那个贴身跟贴心 是我里面 在我这一辈子 是充满了恐惧的 有一种恐惧 症候群 不要说跟别人 就是跟父母 我好像也很难 成为一个贴身贴心的 我就觉得 为什么哥哥跟父母比较贴心 比较贴身 为什么妹妹比较贴身贴心 所以我小的时候 那一种心态 我讲过好几次了 我就觉得 我就怪父母 父母偏心 父母看哥哥心甘 看妹妹是宝贝 看我是盲肠 是盲肠颜 但是事实上 其实是我个人 我生命里面的问题 以至于在我的整个成长的过程中间 是对属灵的父母 好像我也一直都是敬而远之 就是比较好像尊敬 但是不保持一点距离 而我一直到我高中毕业 我当兵晚了以后 我决定要做一件事 我要 假如神要我做传道人 但是我要先回家 回到彰化天宗 我父母的家 我要跟父母 有一个比较靠近的一个关系 我要回到我自己 从小田宗长老会 我要跟属灵的父母 比较贴身贴心 但是我要讲一件事 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 完全没有达到 因为我跟父母的关系 那一年本来我的心里面是想这样 但是没有结果不好 我本来是跟属灵的父母 也要这样 但是结果也不好 但是我在这里今天要提到说 我到现在感谢神 到现在虽然当时的父母 肉身的父母已经不在 当时属灵的父母已经不在 但是我在里面 我说神啊 我愿意 我要学习 我不但要跟天父 能够成为天父 贴身贴心的一个神 你的儿女 我要跟我肉身的父母 属灵的父母 能够在我里面 能够表达的 在我里面能够学习的 我愿意成为 我把这种恐惧 贴身贴心的恐惧 正后群交给耶稣 耶稣 求你把这个东西除去 让我在我的里面 让我里面 你的爱在我的里面 使我可以有力量 来到天父面前 坦然无知的来到阿爸父面前 来到你面前 成为你贴身贴心的儿女 然后来到 或者不管是属灵的父母 肉身的父母 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对我个人这个人的角度来说 也会有一种恐惧 侦后群是什么 做属灵父母的恐惧 侦后群 不敢跟属灵的儿女 好像太贴身 太贴心 欢迎就在这个里面 所以自己好像成为一个孤立在那里 这种心态 这种心态所带来的 我觉得对个人的生命 个人的整个各方面不好 我觉得对家庭也不好 对整个教会 属灵的家庭不好 对整个属灵的大家庭 也不是健康的 但是我感谢神 我说感谢神 到现在 是的 虽然我82岁了 但是神从今年1月 一直到现在 一直在带领我 怎么样能够突破 怎么样把这种恐惧 把这种症后群 交在主的里面 让主的医治 临到我身上 以至于 好像一点一点一点的来学习 就看见神在我的里面 在我生命里面 开始做更多更多的工作 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提到 我们看见 我今天用三段的经文 第一个 就是亚伯拉罕跟以撒 而我们看见那一个经文就是 是的 感谢神 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 神赐给他儿子 就是以撒 而以撒成为他非常宝贵的儿子 非常爱的儿子 我也相信 亚伯拉罕跟以撒 一个100岁的一个 你现在不要说亚伯拉罕 你现在只要看周迅光抱儿子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父亲有点太老了 因为50岁 包一个孩子 那现在对他来说是100岁 100岁包一个孩子 那是有没有代沟 不是代沟 是双代沟 三代沟 四代沟 但是感谢神 在神的里面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跟以撒 两个人之间 是连结在一起的 他爱这个孩子 爱他所爱之独生的孩子 他爱他 但是有一天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带着你所爱独生的儿子 到摩利亚山上 把他奉献给我 而我在想说 在那一天早上 很早 圣经说他很早就起来 也很早就把 这一个 当时我想大概十几岁的 以撒说 起床 跟爸爸一起去 而我们看见 以撒就一起起来 然后跟爸爸 跟说要去哪里 我们要走三天的路 然后叫他带着 背着那个木材 那个繁迹的材 所以他已经是 不是很小的孩子 可以带着木材 然后跟着父亲 圣经那一段圣经说 一世二人同行 一世二人同行 我们看见一幅图画 这幅图画是什么 是父子 贴身 贴心 同行 虽然这个贴身 跟贴心 是要付代价的 这个贴心 跟贴身 是要把孩子 献上做番纪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这里看见 对亚伯拉罕来说 这个父亲来说 天父 这是你的话 我要贴你的心 我要贴身贴心 现在你要我带着这个孩子 我跟这个孩子 而这个孩子也跟我贴心的同行 走一天 走两天 走三天 到了 到三下的时候 他把仆人 说你在这里等一等 我要带着孩子上去 去敬拜 然后他就带他 这个以撒就上去 然后我们看见 是的 在那个时候 当他把以撒 放在祭坛上面的时候 这以撒 可以不可以逃 他可以逃 他可以跑得比他爸爸更快 但是他在那里 他贴心 所以他在那里 他愿意 当父亲把刀拿出来的时候 他可以不可以抢父亲的刀 可以 但是他没有 是谁 是神说 不可以加害这个孩子 现在我知道 你们两个父子贴心 贴心 而且不但你们两个 跟我也是贴身贴心的同行 现在我知道 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 所以我要告诉你 论福 我要吃大福给你 论子孙 要让你的子孙 像天上的心 还变得杀 你的后遗 要得着仇敌的城门 万国要因你得福 弟兄姊妹 我在这里提到 让我们看见什么 看见一件事 我觉得当我最近这几个月 或者特别在这一个月 当我思想的时候 我就思想 这一件事 两代父子 属灵的父子 能够贴身 贴心 一起同行 所带来的 那个祝福 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另外一方面 两代不能在一起 两代 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见仇敌就是 让父亲跟儿女之间 不是转向 而是背向 而不但背向 我这几天也在 我特别在思想说 我觉得感谢神 神给我们中文 父亲 父 家一个亲 母家一个亲 父亲母亲 我昨天问英文的 问印度的家人说 你们父有没有亲这个字在里面 英文好像也没有亲这个字在里面 我不知道希伯来文 有没有亲这个字在里面 但是我们父亲就是亲 不但是父亲 而且是亲 但是我们可惜是 现在很多父 但是不亲 我们跟父不亲 我那一天听了 这个 这个 曾知识的女儿 见证 还有这个谁啊 还有黄国伦的见证 黄国伦牧师讲说 他小的时候 他们回家只要看见 父亲的邪债 他们全部兄弟姐妹 就非常的恐惧 然后父亲在客厅 全部的人都在房间 好像有点惧怕 我们看很多时候是这样 然后我父亲跑到房间 就躲在床底下 我们看着 甚至更严重的是父亲 那个父亲不是亲爱的亲 是侵略的亲 伤害对孩子的伤害 或者是很多的一些不好的负面 但是这些带来的咒诅 什么时候我们为父的心 真的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不但转向 而且贴身贴心的转向 我们看见 咒诅就要离开 神的祝福就要临到 阿们 而且这个祝福临到 不但要临到亚伯拉恩身上 而且说要临到 万国要因你得福 弟兄姊妹 我想等一下我会提到 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 其实所带来的影响 当你真的能够跟父母 属灵的父母 能够同心同行 所带来的祝福 绝对不会停留在你的身上 一定会透过你 带来你的家庭 带来教会 带来甚至国度 神的国度 甚至列国的祝福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是的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 这个成为 而那个地方 那一个也是摩利亚山 后来在那个山上 我们知道 后来神叫大卫 你建造教会在哪里 就是在哪里的地方 摩利亚山 两代同心同行的地方 两代贴心 贴身贴心同行的地方 带来祝福的地方 就是教会要建造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 我想今天跟大家在这里分享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但建造教会 让我们建造 两代同心同行的教会 阿们 两代贴身贴心贴心贴灵的 同行的教会 以至于我们看见 神要透过这一个 不但是让我们蒙福 神要透过这个 要让万国蒙福 第二个我们要谈到的就是 以利亚跟以利沙 就是这个主要的经文 从以利亚跟以利沙 那一次 然后带来到后来 到马拉基圣经 神说话 旧约说话 最后还是说 然后四百年前之后 神又透过这个事情 透过这个 当时的以利亚 就是施雪安 就是要把这个真理 欢迎就要这个真理 特别在大而可畏 畏道之前 神要兴起以利亚来 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而你的心转向父亲 而我在说 这个转向 两代的转向 不只是转向 而且是贴心的转向 贴身的转向 我们看见浪子回家 我们看见浪子回来的时候 父亲跑过去 抱着他 连连跟他亲嘴 带来的祝福 但是当大儿子回来的时候 看见 他不肯进来 他不肯跟父亲贴身 不肯跟父亲贴心 所以回家 不只是回家 回家 我们的家 是不是 有没有亲 有的家很亲 有的家不亲 甚至最不亲的 就是亲人 但是我们在这里 看见 这是什么 这是咒诅 但是我们求主 帮助我们 当我在思想 在这一个礼拜 思想的时候 到底我们的家里面 我们的亲 父亲 母亲 我们的家人 我们属灵的家 我们台北琳琅堂 我们琳琅的 这个大家庭 我们亲不亲 是一等亲 二等亲 还是三等亲 我们是不是 可以更亲密 更亲密在一起 而我们今天 在这里 看到 列王记下 二章一节到十二节 这十二节 我们回去可以再看 我们就看见 当时 以利亚跟以利沙 我在思想 以利亚 以利沙 当时知道 有一个先知 这个先知是 很有能力的先知 这个先知 是领受神话语的先知 是一个好的师父 所以他愿意来 在以利亚面前 来学习 而当时先知的门徒 很多先知门徒 在各个地方 在这个什么 在伯特利也好 在吉甲也好 在约利哥也好 在约旦河也好 很多的先知 很多先知的门徒 但是都是这里 先知的门徒 知道 好像知道一些 听到一些 知道一些 但是是远远的 远远的 跟这个 就是跟以利亚 是距离很远的 好像在看热闹一样 好像是怎么 好像在旁观 好像在旁听 好像是拉拉队 但是 我的里面感觉到说 在以利沙身上 开始觉得 我要贴近他 我要贴身 我要贴心 所以当 以利亚跟他说 神要带领我 从吉甲 我要到 到伯特利 你在这里 他说 不 你去 我要跟你去 我一定要跟你去 然后到 伯特利的时候 他说 我要到约当 到什么 到在下一站 耶利哥 你在这里等候 但是 他说 我发生 我一定要跟你去 他贴住 他的 属灵的父亲 他贴住 然后 一直到约当河 跟了 跟了 他说 你到底要什么 他说 但愿感动 你的灵 加倍感动我 你所求的难得 很难 但是 当我被 接升天 你看见 你就可以得错 对于 我在我的里面的感觉 当 以利 以利 被接升天的时候 他里面 忽然 喊出 以前没有喊过的 我猜想 以前 他就称他先知 称他老实 跟其他的人一样 但是 那个时候 他从里面 喊出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他看见 这个不是先知而已 是父亲 在他里面 有一个为父的心 而在他里面 产生一个儿子的心 真儿子的心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而我 我感觉到 那个儿子的心 真儿子的心 充满 在 以利沙身上 而这个真儿子的心 在他的里面 也慢慢成长 有一个为父的心 以至于我们知道 这件事 到后来 以利沙最后 行了很多神迹 然后 当时的君王 对以利沙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弟兄姊妹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是的 我们不只是要 转向父母 我们不只是要 转向属灵的父母 我们要学习 怎么样能够 同心同行 而我们在这个 同心 贴心 贴身 贴心同行的里面 我再说 神是完美的 我们的父母不完美 属灵的父母 也不完美 但是 甚至过去 可能我们 甚至受到一些伤害 从父母 或者属灵的父母 但是我们 转向天父的时候 神给我们恩典 给我们力量 就转向 不完美的父母 转向 不完美的属灵的父母 我说我从小 就觉得好像是一种孤儿的灵 就觉得父母偏心 看中哥哥 看中妹妹 然后我好像就 周师母也是一样 周师母十二个兄弟姐妹 她是最小的 她比我更可怜 差一点被送掉 我是请奶妈的 她是差一点就送掉 是大哥出来 保守 最后一个 妈妈不要送了 但是感谢主 而且真的 我记得我妈妈偏心 但是偏的不明显 她的妈妈偏心 偏的很明显 不管怎么样 但是 她是菲律宾华侨 我们结婚以后 她每一个礼拜 写一封信给妈妈 爸爸不在了 每一个礼拜 写一封信给我 爸爸妈妈 是我们可以突破的 可以贴身贴心 把我们的心的感谢 把我们对父母的感恩 不管他们过去 曾经有些什么事 带给我们生命中间 一种伤害 或者是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有一种新的爱 在我们里面 新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而我们也看见 是的 当这样的时候 加倍的灵 就临到 以利沙身上 不但这样 加倍的产业 临到她身上 加倍的神迹 临到她身上 我们看见 以利沙 后来行的神迹 是她的一倍 以利亚行七个神迹 以利沙行十四个神迹 最后一个神迹 是以利沙死了 埋葬了 她的骨头 已经变成骨头了 但是有死了人 然后 后来就把 他们因为有敌人来了 就把那个死人 就丢下去 然后碰到 以利沙的骨头的时候 那个死人复活了 弟兄姊妹 我在这里 只是跟大家 在这里提到说 是的 我们相信 当我们跟神对齐 转向神 转向阿爸天父 当我们心跟神对齐 当我们的心 学习跟父母对齐 当我们的心 学习跟属灵的父母 对齐的时候 这一件事 是很大的一件事 我想在这里 我也提 就是最近 我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最近所学习的 我以前 我们感谢神 神带领很多 属灵的一些人 来到台湾 也特别 当时很多时候 就借灵阳堂 很多的特会 不是我们办的 别人 但是包含 康熙牧师 包含赵永基牧师 包含 这个很多很多的那些 但是我一直有一点 我觉得我以前 好像我是跟随耶稣的 我不是跟随哪一个人的 我不是哪一个人的门徒 我是跟随耶稣 我可以向他学 向他学 向他们学 这些我吸收 但是我最后说 我是跟随耶稣的 好像 但是最近 神好像有一点的 在我的里面 我提最近发生的事 就是我在22年前 莫名其妙的碰到的 戴敏恩牧师 在以色列 后来 我前天在曼谷说 22年没完没了 不是我跟他 他是一直跑来台湾的 不管怎么样 反正 我在这里只提一下 但是我过去说实话 我对他 我觉得第一个 其实我们有那个姊妹 叫我一定要跟他谈谈话 我跟埃及人谈话 我要出埃及 还要跟埃及人谈话 然后他又是 又是讲英文了 英文不是不流利 所以我看到他说实话 到今年一月之前 我看到他 能够稍微保持距离 基本上我们同学 吃饭的时候 他那一桌 我不在那一桌 我就躲到另外一桌 反正尽量 但是我觉得在今年的时候 一夜的时候 他来 那一天 曾国生知事 就召集了几个人 一起在三楼 我们这里的三楼 我们一起谈 在谈 他后来 他们就轮到我谈的时候 我忽然里面 不是我想出来的 我忽然 因为以前 因为我大他 那个二十岁 但是我那一天 忽然感觉 我说你是我的属灵父亲 我想回想这二十二年 我不知道什么是合一 我不知道什么是跟神对齐 我不知道怎么样做儿子 真儿子 做父亲 但是 我觉得那一个对齐 带来的 在我心里面 从一月到现在 很多事情在我里面 一直在发生 第二个 我因为有事 我就赶到 我就到阿加拿大去 然后他们 他就到台南去 一到台南的时候 他就发现 那个聚会 整个在台南的聚会 氛围不一样 换句话说 当我跟他对齐 而这一个对齐 产生灵界上面 有一些事情发生 所以在台南就发现 感觉不一样 好像整个 然后后来 他们到韩国去 我没有去 韩国去的时候 就发现在韩国的里面 有一个香港的 马建明牧师 他也忽然从里面 说你是我属灵的父亲 以前都叫他David David 就是好像朋友一样 但是 这一件事 在一次对齐的时候 在韩国那边 又产生 那个聚会就看见 一个很大的 一个不一样 神的同在 神的恩典 神的赐福 就带来 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所以弟兄 这我想在这里 然后 在今年的七月的时候 他再一次来 来到 在杨梅 在那些聚会里面 我忽然说 是 不但是属灵的父亲 而且我要贴身 我要贴心 不管我里面 有多少的恐惧 所以我跟他说 是 你去曼谷 我跟你去 你去韩国 我跟你去 你这个礼拜 过去 明天他要去马来西亚 我说我在台湾 有聚会 所以不能去 日本 你去 我也会去 但是我在你的后面 接着你的聚会 我要带 让那个聚会 看见神 做更深的工作 而我很快 在提到说 这一次 第一次 这一种 这一种心态 一起到曼谷去 他一开始 第一堂就介绍说 我介绍我属灵的父亲 周神祝 然后 他后来要我一点分享 说 我 他是我的属灵的父亲 这是一副各表 好像有一点矛盾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是 我跟他 转向他 他转向我 我们一起连结在一起 然后在整个这几天的 在曼谷的聚会 好像曼谷的教会 弟兄姊妹 在那个聚会中间 感觉 那个不只是一个聚会 那是一个 是一个家 不只是回家的聚会 而是在这个家里面 有父亲 有属灵的父亲 而且这个不管是 不管是 我叫他属灵 他叫我属灵 但是他们就感觉 这个是有父亲 而且在这个附近的里面 他们感觉 开始 他们感受到 而且另外 特别 就是在泰国那边 泰国很会服侍人的 全世界最会服侍的旅馆 就是泰国 而教会里面 他们也很会服侍 但是有一个 几个列国来的 他们做了梦 泰国 你们不是仆人 你们是基督的心腹 你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 你们仍然可以侍奉 是心腹的侍奉 不是仆人的侍奉 不是奴仆的侍奉 而在那里 我们也看见 列国一起 神透过 当我们聚在那里 看见神带领 在印尼的里面 有一个先知性的绘画 就画了一张 有一个门 很高大的门 开了 然后在外面那里 有两只大象 因为泰国的 他们的大象 就是国家的代表 然后有锁链 但是那个锁链断开了 然后 戴明恩牧师说 以赛亚书62章10节 你们要从门经过 经过 捡去石头 为外面树立大气 而这个心腹的 这个印证 包含从中国来的家人 做梦 包含从马来西亚来的 家人的做梦 就梦见 泰国的教会 是成为基督的心腹 我觉得在整个里面 我们看见神 在那里做很多 很奇妙的事情 在那短短的几天的里面 好像泰国的教会 站起来了 他们不是在 自卑感的里面 他们泰国的教会 起来 他们相信 他们是神所爱的 是在神的教会 神的家里面 他们是宝贵的 是重要的 而因为在那边 他们在那里 感觉到那种 彼此之间的那种关系 那种贴身贴心的关系 感觉神这样的爱他们 基督这样的爱他们 所以他们的心开始开了 然后在开了里面 他们在那里 就是希望 他们彼此之间 可以彼此之间 也能够跟神 贴身贴心 跟父母 属灵的父母 贴身贴心 也能够彼此 贴身贴心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说 弟兄跟弟兄彼此拥抱 姊妹跟姊妹彼此拥抱 但是美食散会完了以后 他们就都跑来 站在那里一直排队 要跟我招呼 要跟我拥抱 弟兄拥抱 姊妹拥抱 反正他们认为 这个老父亲 已经是阿公 不管怎么样 然后我昨天 做回机 回来的时候 我就在飞机上很累 然后空中小姐说 你有什么事吗 我说没有 我等一下不吃了 我在这里休息一下 她说有问题吗 我说没问题 休息一下就好了 然后我就在想说 在那里 我抱了不知道几千个人 我有没有 COVID-19 不知道有没有 弟兄姊妹我在这里 说我没有 我健康了 阿们 我提这个 就说 我相信神 在我们的里面 我觉得真的 神爱我们 我们是祂的儿女 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 这件事跟神的对齐 带来了 我们跟我们肉身的父母 可以对齐 跟属灵的父母 可以对齐 可以贴身贴心的对齐 最后我提到另外 就是耶稣基督也是 耶稣卷选十二个门徒 他要跟门徒一同住 他要更多的在一起 但是其中有三个 比较特别贴身在一起 我想不只是三个 应该有四个 我在这里讲 有另外一个贴身的 但是你要管钱的 一定是比较贴身的 对不对 那个犹大 但是他贴身不贴心 所以他后来 不管怎么样 他有问题 但是至少那三个 是比较贴心 三个比较贴身贴心的 但是贴心 那个心又不大纯 那个心又想到 要坐左右边 你坐王的时候 让我们两兄弟 让我们两个儿子 坐右边左边 但是我们看见 后来也没有坐左边 没有坐右边 但是感觉感谢神 坐哪一边都好了 当我们真的贴心的时候 不在乎左边右边 是在乎我们跟神同一边 我们在主那一边 而最贴心的 最贴近的是谁 就是约翰 约翰是成为靠近 假如约翰21章说 那个门徒是谁呢 他自己写约翰福音21章 说靠近他胸膛 他贴近他的胸膛 但是我们看见 有一件很特别的事 就是这个本来 是由野心贴身贴心的 贴到他胸膛的约翰 但是他后来 对左边右边 一点感觉都没有 在使徒行传里面 最重要的是谁 彼得 他一直好像不是 不管左边右边 好像不是 但是他完全在里面 我觉得他成为一个 最贴心的人 一直到启示录 他写启示录 他最后的时候 他我觉得约翰福音是 最贴心的一个福音书 他把耶稣的心 完全写出来 但是我想在这里 主要就是说 弟兄姊妹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 我相信神在这些年间要做 这是末了的时代 我们要跟神对齐 成为跟神 成为神贴身贴心的 真儿子 真门徒 神也要让我们的家 65年的时候 65周年说 让家伟大 但是我今年 我明年70周年 我里面的祷告说 让家不但伟大 让家是一个亲密的家庭 Amen 是一个我们彼此贴身贴心的 一个家庭 明天我们600多个人 在东海那边的牧者 在一起 我在那里希望 希望我们整个牧者 从谁开始 从我们的牧者开始 彼此之间 是能够贴心的 是贴身在一起 能够成为一个 充满爱的家庭 而我希望 未来的70周年 开始 我们相信 整个灵良大家庭 不只是灵良大家庭 我的梦想里面 台湾的众教会 我的梦想是 所有华人的教会 让我们可以 贴身贴心在一起 甚至亚洲的众教会 甚至我们跟欧美的教会 让我们可以 真正成为家人 成为贴身贴心的家人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弟兄姊妹 我相信神 对你们的心说话 我们不只是要建立教会 我们要建立神的家 我们不只是聚会 我们盼望 我们的聚会 是充满神的同在 是充满了神的爱 而那个爱要来浇灌我们 要充满我们 我也知道在我的里面 在我们的里面 有一些人跟我一样 有一种贴身 贴心恐惧症候群 可能对你的父母 过去 一直到现在 好像那种恐惧 还是在你的里面 父亲但是父不亲 母亲但是母不亲 家但是家不亲 或者是神的家 你感觉不到这个家 神的家 好像是一个 充满了亲切 亲密 亲爱 你可能就是每一个礼拜 来 来聚会 完了就上会 就走了 但是我相信神 今天要把这一种 贴身贴心 恐惧症候群 从我们心里面除去 完全地挪开 我前天 我在聚会里面 我公开说 过去 我对戴美恩牧师说 是 我里面有一种 恐惧症候群 但是我现在公开说 谁怕谁 我不怕 因为 在爱里面就没有 惧怕 我说我有点惧怕 就是 我语言要祝福列国 我有惧怕 但是 我公开说 祝福列国不是靠语言的 祝福列国是靠一个心 一个生命 我相信 我觉得 我要去日本 觉得要去韩国 觉得我要去新加坡 要去太北 我知道 不是我的语言 不是我的话语 而是 跟神连结的生命 跟属灵父亲 肉身负心连结的生命 要成为列国的祝福 好不好 我们一起起立 你的手放在胸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说主啊 我要成为你 贴身贴心的儿女 我里面 假如对你有恐惧 求你把这种恐惧 从我里面出去 我有点怕亲近你 但是现在 我不怕 因为你的爱要在我的里面 对属灵的父亲 对肉身的父亲 特别假如还是有恐惧 贴身贴心的恐惧 求主现在也在我的里面 把这个恐惧出去 或者是我们做父母 对我们的儿女有恐惧 有恐惧生活群 对我们的儿女 甚至对我们的孙子孙女 但是主啊 求你把一切 上上下下的恐惧 完全的出去 好不好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来到你面前 我仰望 求主你来工作 谢谢耶稣 主啊 你在我的里面 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 主啊 我仰望 你是主 你是神 哦 主啊 在我的里面 在我们的里面 哦 主啊 主啊 特别在等下服侍的人身上 主啊 祢要把我们 哦 主啊 当我们的里面 哦 主啊 有其余的关系 主来到你面前 仰望你 主啊 当我们在这里祷告 在前面 我们在后面 主啊 仰望你 求你现在 哦 就在我们的里面 把一切 哦 主啊 那个贴身贴心的恐惧 完全的出去 完全从我们身上出去 以至于我们跟神 跟我们的父母 跟属人的父母 是贴身的 是贴心的 所以说我们赞美你 咒主离开 神的祝福要领导 主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甘愿主耶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哈利路亚 如果是你还有人 亲爱的